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大陆对香港如此的 具有的敌意 一方面是中共媒体所误导的一个结果 片面的报道 另一方面是不是跟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繁荣起来 有了经济的力量 中国内地的人跑到世界旅行 都是给人感觉很牛气的样子 这点民族主义情绪是不是 未必一定是意识形态的支撑 也有跟经济还原有关是吗 比方讲最近在澳洲一些大学发生的一些冲突 香港人在贴出他们的一些什么大字堡政治诉求 就被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过去撕掉 然后产生冲突 这互相对骂的时候就有一些里面香港狗啊 或者什么里面中国狗啊 蝗虫啊这种 这种事情本来是极少数的现象 但是在网络一扩散 大陆故意不屏蔽 让他一传十传百 百传五千星星之火 可以说是后面有一只无形的政治之手 去挑拨这种啊 这香港的年轻人跟大陆网民之间的 误解跟这个冲突甚至是仇恨 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看得非常明美的 三人成虎啊 这个成语故事我们大家都看到啊 这个无尊深有啊 或者这个无尊深有也就是这个三十六计其中之一啊 这种说着说着啊 就鲁迅说世界上本来没有路 走着走着就走出一条路啊 这种人言可畏也一样是 所以大家这个香港的那个年轻一代呢 本来觉得非常的受到委屈 到最后他们也来个破罐子破甩 既然是讲究港独 但是这一次他们就 也很成熟的看得出来 如果你这一次再喊港独 对他们的这一场的动作没有好处 因为确实这一次也跟着 啊这个香港的商界怎么支持港独呢 啊香港的银行界 香港的总商会怎么支持港独呢 这一次就是要这个 落实真正的感人质感 以高度自治 最终就是要中国实践他自己答应过的 2007年以后可以有普选 根据这个基本法这个附件啊 这个选委会里头只有100个选委就可以提名 而不是说后来这个831决议把这个提名人数提高到一半 那么这个问题如果不过我发现 我认为现在已经太晚了 你看这个中共看见你们 这个过了5年2014余山运动以后 你们这帮人往派议的路上越走越远 我怎么能够开放让你们一个一票呢 你们选谁出来呢 20年前你们或许选出个司徒华 他也是爱国的 或者选出个梁国雄 他怎么样也是去保调的 去反对这个日本参败晋国 现在要选你们这些黑山的 你们这些人比这个司徒华梁国雄 股脂里头根本不成 精始一亿我不管这个什么反送中运动是如何收场 也是非常渺 比以前更渺茫 更渺茫 没办法很多人看得出来 所以现在最近很老实 全是移民潮移民顾问公司发大财 这一次的移民潮 這次移民潮不簡單 葡萄牙的那些地產 這個詢問還以倍數增加 歐盟其他國家包括保加利亞 有什麼個條件 希臘有什麼個條件 人人包括一些中產機 和店裡頭售貨員 他們自己也謝謝私語私下百般的答聽 這個最老實的嘛 對不對 你不要相信他那張兩張嘴皮 你要相信他一對腳往哪個方向跑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現在的美國的經濟 最近幾個星期以來出現了 動蕩不安的這個跡象 就是一個是利利盜掛 利利處境盜掛 國際的利利也跌破了2% 那麼這個股票大跌 有人就擔心美國經濟的還原期 到了一個關卡 有可能會出現全球性的經濟衰退 如果出現全球性的經濟衰退 對香港對中國大陸的經濟都會產生一個影響 你覺得這個對於香港和內地的現在民眾的情緒 就是會產生新的一些變化 我們知道上個世紀 這個華爾街的經濟的崩盤 那麼經濟的衰退後來造成了這個拿塞德國的崛起 你覺得這樣會不會更進一步強化中國的這種強大的雄心呢 中國有人就是把它當成30年代德國 那個時候相比過 但是也不盡然 因為30年代的德國 它有非常強大的工業的基礎 那個時代 這個德國有很多頂尖的人才 也有很多本身的科研的人才 他德國人沒有往外面跑 那個時候 都是講希特勒 在酒館借工人黨 在借客上市成立的國家社會黨以後 這個德國很多的私人大企業 比方講這個瓶子汽車 什麼BMW 什麼西門子電子工業 什麼都是大把大把鈔票捐給這個希特勒的 那個時候 希特勒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 最關鍵是希特勒的崛起 在30年代的德國 它那個經濟是私營經濟 雖然那個是叫國家社會黨 它其實提出某些的主張 也有社會主義傾向 這個就不去說它 但是今天這個是國營企業在中國大陸 國營企業它裡頭有這種腐敗 白骨牽倉的這種毛病 再加上它現在已經過了黃金時代 因為一帶一路去送錢 再加上這個出口不正 這個外匯儲備正在下降 它只能夠死咬牙靠這個內需 把車又能拉 所以這個特朗普最近就宣布 把這個3100大多數推遲到12月1號 他心裡也有點毛 為什麼呢 過來在這個舊金山上安 內批怎麼辦 所以他這種環冰之際 倒是非常的明顯的 但是中國大陸 他現在這個經濟素質 由於是一個黑箱 我們不知道 連李克強總理也說他不相信 下面交上來的數字 他只能夠看這個鐵路 公路 這個運輸這個密度 還有看這個銀行就是說貸不貸款 還有看現在這個國內的人民 要是出國旅遊什麼什麼留學 這個換外幣是否暢順 這幾個指標是看得出來 否則的話他這個經濟 在這樣的話能撐多久 現在已經把政治問題整個美國 要給本部一個管理 到那裡 不要跟他們一手 但是對engo一些 這個事情 就算了 他就不像我一樣 這兩個人 有很多什麼 另外就是 网络信号不是那么很顺畅 所以我们就对观众表示抱歉 但是陶教先生的具体的思想 大体的思想 大家还是听得很明白的 希望下个星期 我们的信号能够恢复得正常 我们非常感谢陶先生 希望您理心愉快 谢谢 谢谢 谢谢陶先生 谢谢 再见 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还有串点新闻的想点就点 与网友交流的直播之说 还有分享生活点滴的想笑就笑 记得要为观支持哦 随时随地想点就点 随时版的点点今天事 别忘了有感订阅想点就点频道 还有其他民进家族频道咯